今天来北京只做一件事 我们没有什么歌 就是钱 我真麻了 大家好 我是格德尔来 歌舞员和综合格斗运动员孙亚东 每人踢美女一脚 看看美女没能不能扛得住 这可是歌舞员第一次打女人 那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都知道 上歌舞员这里来踢馆的人 几乎都是男生 而且都是和健身那边 兜兜少少都练了一些 就是这些人全都被哥老师挨个打了一遍 对哥老师佩服的五体投地 美女也有大量的不服 必须要领导一下歌舞员的腿法 也有美女故意挑衅中方格斗运动员 逼着对方对她动手 正是想体验一下普通人体会不到的酸爽 那哥老师的这一腿 和中方格斗运动员的这一腿 到底会在美女面前提出什么样的效果 会不会脸相惜玉 或者吓死什么 没有美女来打两个歌舞员 不过都只是亲眼验证了一下 并没有亲自体验 眼见为时 但却不知道真实的感受 这次来提管歌舞员的美女 是狗大团子 她是一位健身大人 堪称中国的金刚芭比 她来北京只为一件事 就是要领教歌舞员的腿法 我没有什么歌舞员 就是前面 我真麻了 老师也不含糊 更没有良相惜玉 这让狗大团子有些梦圈 腿是真麻了 歌舞员这次没有良相惜玉 那是有原因的 为上一次玩上女神来提管时 目的不单纯 老师 他除了武术 最喜欢的就是鸽子 咱今天就去他家 把鸽子全带走 他拉到我 就你这想让人 一把他们内排到你山 是 是曲 你懂吗 就是背着他的鸽子来的 鸽子可是歌舞员的宝贝 当时为了保住他的鸽子 师徒几人 差点翻车 真是虚惊一场 上次的教训后 他对美女的提防心 大大增加 对大堂的这一腿 也是够他瘦的 一同来的好友 笑得已经直不起教来 他必须也让他感受一下 好兄弟必须有难同当 没有大团子抗动的 不是麻 是真疼 这时候大团子不服 还要试一下 他那刚才跟没有似的一腿 歌老师 左腿的力度 拉扁的不是很好 有可能会下手重一些 大团子表示没事 大团子不愧为中过的金刚芭比 埃了歌舞员的一腿后 竟然比男生还抗大 一般班是他最后的倔强 全身上下 就只剩最硬了 他还和哥老师比赛了拍尖马达山 学让人也清晰可见 的确让人佩服 大团的够猛 这一位美女也挺猛 竟然主动去挑衅 终合格斗运动员宋亚东 让他踢一腿 看看是什么反应 现在已经是第二次体验了 第一次时简直就没有把孙亚东放在眼中 气势 假 你必须断练吧 我断练吗 一点 你以为我 他说他腿比你弄 他想让你替他一下 真是假的 罗伯在一旁三风点火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不大 我们看一看 他能挨得住孙亚东这一腿吗 是吗 你不行就位一下好吧 你内一下 这一腿让他记忆优秀 不信甘败下风 回去后苦练两年抗击打再来挑战 旧不信那个鞋还能有多痛 两年的时间 松亚东的低少功力也增加了不少 这次必须让美女领掉一下他的厉害 习惯性的先虚晃一下 美女就是演的 不得不说 他这两年功力进步不少 脱脱的碰瓷来了 但两位是美女 挨上一腿后 抗击打能力竟然比男生还强 并没有表现出那种痛苦不堪的表情 是哥老师和松亚东两人对待男女有偏见 会两相惜悦 还是男生们真的不堪一击 大佬认为他们两人的腿谁的重呢 两位美女谁的抗击打能力强呢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谢谢我们下期见